防禦比攻擊難 你要懂得攻擊你才會懂防禦 不懂攻擊不會懂防禦 所以防禦比較難 公書班他們墨子那一家 他們講防禦 墨子那一家 他們的長度就是 你要去攻打這一國是不是 我告訴你如果我去幫他們 我要怎麼防禦 他就把你所有的攻擊方式 全部都知道 遼落執掌 你這樣子我就這樣子 你這樣子我就這樣子 知道的嗎 我 對 墨子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演得很爛 但是墨子這一家 那個公書班他們這些就是 墨家就是專門是防禦的 防禦不容易的 懂得嗎 所以人家都講說最好的防禦是攻擊 是攻擊不是的 你沒有真正的防禦 沒有真正的了解防禦 看不懂 所以孫子講的孫子兵法講的東西 大部分是防禦 但是他沒有講細節 比方他只講以義代勞 以義代勞 怎麼帶 我帶的時候我要幹嘛 我不是坐在那邊沒事啊 黃鼠狼坐在底下等小白路來 不是的他帶的時候有很多事要做 他沒有講罷了 可是那個帶就是 就是一個學 學問 就是防禦 防禦你就要思考 防禦你要思考人家 可能有的 可能有的攻擊方式 這個很難的 他如果先這樣子來 他變化那個樣子 那個來 我要怎麼辦 我的人馬怎麼掉 他用這邊來 或從後面來 用那樣來 各種想定都要出來 防禦難 要不懂 所以武術也是一樣 武術你會攻擊了 你才會防禦 好 好來